大家好 我是Chill 今天來一個石頭火鍋系列 因為最近我很愛吃石頭火鍋 到處去吃石頭火鍋 第一家當然是先吃淡水的看看啊 這間滿味的石頭火鍋是在淡水清水間裡面的 我們先來看它的自助區 無糖茶跟雀草飲料 冰沙也有 咖啡機還有這個很虛滑的 冰淇淋機 冬瓜茶也有 醬料的部分特別的是這個果醋醬油 還有各種應該有的洋蔥、蔥、蒜 都不能少 還有老闆自己調味的沙茶醬 菜盤的部分非常大一盤 基本上就是火鍋規格的 肉的部分我們今天點了雞腿肉 還有最基本的豬肉 他會問你要不要先炒過 我說沒有炒過怎麼叫做石頭火鍋 然後這個是豬肉、牛肉分不清楚的牛肉 最後這個是老闆招待我們的袋皮五花豬 吃石頭火鍋我一定選白飯 只有秋代才會選的是什麼韓國拉麵 好我們開始來吃了 然後主要是因為我這一陣子就是很喜歡吃石頭火鍋 然後想要做一些石頭火鍋系列 然後淡水就唯一這一間石頭火鍋 以前這一條街還有一間 然後呢我現在對石頭火鍋可是很挑的啊 然後首先看到他的鍋子是算是小火鍋的那種鍋子 石頭火鍋是有一個圓圓的外面 還有一個湯會冒出來可以沉住的這樣子 然後今天我們點的是一個牛肉、一個豬肉 我就是點最基本的這樣子 店員一開始會問你說 你要不要肉炒過 因為有些人可能不想要炒過 但我想我一定會炒的啊 好這就是我的豬肉 然後秋代的牛肉 好啦目前啊我感覺上他比較像小火鍋 比較沒有這麼接近我心目中的石頭火鍋 不過沒關係我覺得有時候東西好吃就行了 然後他們家的特色就是 他的湯口超多種 你看超多什麼啦沙啊一些奇怪怪都有 咖哩啊和風啊什麼的都有 好啦因為我最近吃過很強的兩間石頭火鍋 一個是金山復原超愛 然後還有另外一間旺角真的是超厲害 那這個湯口呢因為我旺角的是有一點柴魚味 這個感覺上有一點點柴魚味 但是沒有像旺角那麼好喝 然後他是介於像我們一般石頭火鍋 跟有一點點柴魚味的感覺 結果他也覺得有柴魚味啦 然後我覺得好像一點點 其實我蠻喜歡的 我覺得還蠻清甜的 對對他湯還算不錯 我覺得他的那個青菜的配料啊 會比較偏向就是火鍋這樣子 對 那這也是一個好處 因為火鍋的料通常比較好 我覺得比較多比較豐富啊什麼都有這樣子 今天我們菜盤啊光蔬菜就有三種 我覺得他的菜盤還算蠻豐盛的 我剛剛吃到這個豆皮 還好我沒有把它全部吃掉 這個豆皮也很好吃耶 對很嫩耶 對啊這蛋皮還豆皮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有點類似像蛋皮那麼嫩嫩 它很像那種就是豆漿 上面一層皮然後趕快把它弄出來 對這個料蠻不錯的 它這一間的火鍋料啊好吃 那我剛好吃一下 我覺得就是石頭火鍋最重要的靈魂還是沙茶 那它的沙茶說 它是有去找品牌然後再去調製過 所以它吃起來質地啊沙茶的那個 喝力比較粗 對對對然後我覺得口感還蠻不錯 然後我覺得它的鹹味已經蠻有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不要加醬油也是OK 對很香 好啦它的火鍋料的部分啊 每一個都還蠻新鮮 讓我們現在吃到那個蛋皮 不是蛋皮啊豆皮啊 真的蠻好吃的 然後其它的料我覺得都算是新鮮很棒的 接下來我們來進入肉類的 我先來把我的石頭鍋的肉都丟下去 這個是最基本的盤的豬肉 炒過喔請它炒過 我這個肉已經丟下去了 我跟你講它這樣看起來不大 可是丟下去的時候那個份量還蠻大 如果是以這種平平的盤子 應該是可以裝滿滿的 其實它的這個肉量應該跟我們去吃那個旺角 是差不多多了 可能還稍微多一點 然後我來吃一下這個豬肉啊 它這個豬肉啊 其實我最喜歡吃金山的那個豬肉 不會火鍋 不會火鍋那個就是溫體手切的感覺 然後肉特別嫩Q好吃又厚這樣 啊不是我自己也不是說我喜歡吃飽的肉 可是我喜歡吃那種火鍋 啊我就喜歡吃那種手切的 那當然我覺得心目中第一名的肉還是在金山啊 那這個的話它就是煸火鍋肉去炒的 真的很像火鍋肉去炒的 所以目前來說它感覺還是比較像是我們去吃火鍋一樣 好看一下 然後它有香氣炒的蠻香的 但是我認真認為還是我覺得旺角跟胡緣的炒的更香一點 下一下我雞肉是我單點的一份一百塊 我覺得可以喔 雞腿肉 看一下它的質地怎麼樣 脫 來吃一下雞肉啊 我剛剛已經吃過了啦 它的雞肉啊 我滿Q彈的 然後但是我覺得是跟我們去吃竹間啊 因為竹間是大多人會吃多一點 然後連鎖的這種雞腿肉是幾乎是一樣的 對啊是還不錯吃 但是沒有到出色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就是平常可以接受 就覺得它還不錯 當然我吃雞肉就是想說 吃一點平臀不要那麼油的東西 雖然也是雞腿但是 也總是比豬肉沒那麼油 好啦我們就來吃它的那個牛 它也放了一些 對看一下它的樣子 好開始吃啦 嗯我這份是培根牛 跟差不多同價位的那種小火鍋店 提供的肉餅的品質差不多了就還不錯 但是就是以那個石頭火鍋來說的話就是香氣沒有 因為我們本次的那兩個太厲害了 好啦其實我們今天不是點它的最厲害的 因為我們剛剛有在拍攝 然後想說它就想說我們有在拍 我跟你講我覺得店家覺得這兩個不容易 沒有點到他們家的那個 就是厲害的那個肉品這樣子 所以它給我們上了一盤 這個是帶皮豬肉 帶皮豬五花 那我們來試試看 對其實我們剛才已經試過了 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好就它已經下去了 帶皮豬五花 我覺得這個真的也就很好吃了 非常的厲害 非常好吃 所以如果你們下次來想要吃那個肉的話 我覺得直接供這個 這個可以點 因為像我的話 去吃石頭鍋 我一定會點它最基本的東西 因為石頭鍋火鍋 我就覺得是炒的那個香氣 對 原本最基本的那個 它這一點點 你應該把它想像成是一間火鍋店 而不是石頭火鍋這樣去想的話 你就會覺得它很棒 好夾給大家看 你看它旁邊 邊邊有點紅紅的 那個就是它的皮這樣子 對 那應該是硬髒的部分 不是就是皮這樣子 皮啊 皮的硬髒的部分 因為你看這邊白白的 然後 好我們來試試看吧 它那個皮啊 非常有咬勁 有點Q脆Q脆的這樣 其實它整個豬肉啊 會比較有咬勁 然後 算是 看起來飽飽的 其實吃起來蠻有口感的 然後蠻Q 有點肉質鮮甜 好 就跟我們剛剛 我自己點的那個 最基本的梅花豬 就是不同世界了 真的好吃 啊總之它這個肉蠻好吃 但是它旁邊的皮啊 會稍微要咬久一點 然後你會有點像是在吃培根的感覺 嗯 對啊其實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覺得這個蠻推的 可是如果這個敷術這個口感 不是你要的話 你就不要去點 它口感其實是有點像 豬耳朵的感覺 那個皮的部分 好啦我覺得 石頭火鍋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要把它最後弄成飯 這是我的必經過程 等一下來看看 吃起來怎麼樣 就這樣 好啦煮的差不多啦 就來吃吃看吧 我裝了一碗啊 這個是加一點點這些沙茶進去 我都會加 另外這邊是沒有加沙茶的 我都是這樣吃的 然後比較一下這樣子 OK 等一下 這個啊 我覺得啊 這個什麼 石頭火鍋嗎 它如果好吃的話 就是最後這個飯就會特別好吃 我覺得它還不錯 那你還是要把它想像成 火鍋店這樣子 像你去吃小火鍋這樣 就是說逐漸幸福的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說這個飯 這麼重要 就是說 如果是像那個金山的話 它那個肉汁的味道就會非常像 整個甜甜的那些肉汁味 都會在這個 這一碗裡面 啊像那個 另外那一間我們吃旺角的話 它是整個香氣都在裡面這樣子 它也有香氣 但是我覺得這一間喔 它強的地方是在 其他部分 不是在石頭火鍋的部分 好這一鍋是 這一碗是 剛剛有加的沙茶之後 然後我吃起來就會更不錯 因為我最喜歡就是 最後再加一點沙茶 然後感覺出 每一間的味道的差別 也是好吃 它加的沙茶當然就一定更好吃啊 好我們來弄冰淇淋 它這邊我覺得飲料還不錯 然後蠻多種的 雖然說沒有汽水 可是我不喝汽水沒關係 而且有無糖的 然後它這個很方便 你看把它放著之後 按下去它就會運作啦 我們來拍一下 蠻酷炫的 蠻酷炫的 對於一些手比較會抖的人 這個就很方便 它擠得很漂亮耶 擠得比人擠得還漂亮 我試一下 它的奶味很重 然後它裡面有一點點沙沙感 那這不是那一種 像我們去老街的那種 很大自身那種很沙 它是奶 比較乳化一點的沙沙感 可能是比較冰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稍微偏蠻甜的 蠻甜的不是偏蠻甜的 吃起來跟全家不一樣 但我最喜歡還是吃全家那種質地的 跟日本吃起來是一模一樣的 秋台來吃吃看會不會比較喜歡呢 太甜對不對 就有一種奇怪的甜味在裡面 基本上我們不喜歡吃太甜的 但是口感來說是不錯的 後來我們想了很久 我覺得它的那個口感 甜味很像香蕉冰的那個 脂地這樣子 不知道是不是有用 很特別的 那個甜味很像 秋台很不喜歡吃香蕉冰 我是不會怕 我覺得它這個還蠻好吃 只是對我來說略甜的一點 好啦來總結一下 因為我覺得有點稍微不公平 因為我拿了兩家非常厲害的 蜘蛛火鍋來比較 所以就會覺得說 它的石頭部分沒有這麼強 可是如果以火鍋的部分來比的話 它可能只有很有得比 第一個我覺得價位來說 我覺得它應該要跟竹煎去做一個比較 竹煎有那個菜盤吃到晚 可是說真的我吃完這一些東西 飽到一個不行 其實飽了層次 它跟竹煎差不多 其實剛剛竹煎端上來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它蠻大盤的 對然後它的肉餅也還不錯 同樣的價位下 我覺得在這邊可以吃得到的肉 或什麼的 會比竹煎來得好 比較多這樣子 那竹煎讓我自己是特別愛吃 竹煎一般來淡水之後 我基本上後來都去吃竹煎 那這樣的話我就會 這一間的話我就會來想說 我如果要吃小火鍋的話 我可能也會來考慮這一間這樣子 所以比石頭火鍋強的話 它不算很強 可是以它的後背後面的東西 比如說它有飲料這些東西 我覺得算蠻多的 然後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湯頭也非常多種 那如果你吃火鍋的心態來說 我覺得它也算是便宜好吃的 然後又有冰淇淋什麼的 那其他像金三的那些 或者是旺角 就沒有這些東西 就是它的配套 比其它的石頭鍋來說 要比較多一些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座位來說 蠻舒適的 而且裡面裝潢蠻有趣的這樣子 所以以火鍋來說的話 我會值得再訪的這樣子 好啦 如果看一看 你如果覺得說 你想要來用餐的話 如果你原本就是 哇 為了要吃 哇 很好吃很好吃的石頭鍋的話 那這邊的話 可能不一定會是你要的那樣子 可是如果你想要吃 欸 不錯喔 然後火鍋 好吃的火鍋 真的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來的 而且在淡水比的話 它還算是蠻厲害的火鍋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它比較沒有那種 很高級的肉 不過我覺得在中低價位的話 都蠻不賴的 不過剛剛那個帶皮的豬肉 我非常的推 對 然後那個基本這樣子 我覺得很厲害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值得經過來試一試這樣 但是如果是從很遠的地方 特地來的話 覺得可能就不必了這樣子 好啦 裡面的裝潢很有趣啊 像這個很像電線桿啊 我們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如果你是來淡水玩啊 然後你會逛老街啊 也會逛陰陰磚路這邊的話 這一間我覺得你還蠻適合來這邊吃的 因為它東西真的還不賴 而且價位還不貴喔 它離老街也不算太遠 不行是可以 還可以接受去 對 所以算有特色的 好啦 還算是推薦啊 好啦 今天先到這邊 掰掰 謝謝大家 我們看看 有一點點心 什麼護理 和師父母的身份 很討厭 很討厭 做遇到今天